早上在那个轻功能里面有介绍到一个叫做 胡鸦有没有 这个的话是他12开始有的轻功能 好 那我们可以稍微进来看一下 点进来之后呢 他会进到另外一个模式 你可以看看他右手边 他有一些震撼 对不对 好你可以先准备一下 就是把比划画面 所以老师要做这个最好的方式 就是做好像签名 签名啊 如果请小朋友啊 画了什么东西啊 画了 然后把它录下来 所以这里有没有开始录制 上面呢 你会发现 有时候一般的笔刷 有这种噴枪 蜡笔 比如说你要用蜡笔的什么颜色的 那你准备好 笔刷 要比较粗的 它会微微的 不过说真的这个要有天分才行 我说他有天分 所以我发现不见得适合 那这里有橡皮刀 你可以再把它插进来 那 那 比如说 假设我没有丢这个笔刷 你就开始录看看 开始录制 那你就陪录他 比如说 画看上 画看上 哎 不是 因为我现在在看笔刷 我要丢个笔 哈哈哈 对不对 你就停止录制 好的 你可以先播一下 有个字又画下来了 那么画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下面这里 按一个确定 它就帮你转成 一个影片 就打算 还是一个影片附材 那当然这个是具备的 好 具备的 它会把这个影片转生好 好 有没有发现多了一个 影片的素材 所以如果你跌到它上面来 那自然就是 有看到的吗 这样了解的 所以我们刚刚如果进到这个里面的时候 您看到这个不是有个背景吗 预设的话 它会采用你目前的时间走的影片 好 你也可以自己决定 比如说我想要找一张我来画 我就好像当那个叫做什么 领模 对不对 好像当领模一样 不是领模 是领模 领模那个底画 或者是您这种自定的背景 这样来画 好 那这个放大桌子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好 所以它简单功能就像这样子 好 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自己做一些 比较有触感的 触感的 好 这是稍微提供一下 最后呢 我们要进到的就是 那个标词的步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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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